大家好,到了深宵12時 又到了午夜空靈的時間 今集有我,古曼彤 以及我的拍檔,鬼仔達 而今集的嘉賓師傅 我們請了深深師傅上來的 師傅,你好… 你好 如果有甚麼靈異的經歷 記得打電話來 183-1121,快點打電話來吧 其實大家都看到 我們今集兩個主持的形象 非常突出 即是鬼仔達,由成熟穩重 變成年輕人 而我明明是青春別人 變成成成熟 其實我們的形象 也很關乎發言的問題 所以今集晚舉72行的嘉賓 我們會請了一位升級髮型師 阿迪上來做我們的嘉賓 你好… 阿迪你好… 髮型師,鬼仔達 就是正正你的行業 但其實我想也不明白 究竟髮型師跟靈異有甚麼關係 我們不是在說形象 其實這個節目 其實髮型師對我們來說 我本身的公司沒有鬼 其實對我來說是沒有甚麼關係 我想聽一下阿迪 其實你有甚麼靈異經歷 有分享給我們聽嗎 其實我做電影 是 或者一些舞台劇 或者一些… 自出身時 都面對很多靈異問題 例如自己出身時 我面對很多假公仔頭 假公仔頭 即是那些… 即是我們學剪頭髮時那些 我們學剪頭髮時那些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不知道 有一些可能比較貴的假髮 可能是大陸,即是國內 是 中國國內 說的是一些假髮 即是有些…死了人 就把那些頭髮剪了出來 就黏了給我們做 因為…因為我們要做… 你也知道 我們要做設定頭髮時 真的要做真頭髮 對,一定要用真頭髮 對 但其實市面上 是否有這麼多假髮 即是你的意思是 一個假公仔 但用真人的頭髮 不…是過了新頭髮 我簡直是過了新的真人頭髮 其實關不關乎 你之後下來打算說那個鬼故事 也關閉 我們很想知道甚麼 快點說吧 我自己從小的時候 就是… 因為我要面對做飯屋的時候 我一定要面對假髮 是 因為自己在洗髮 在設定頭髮時 我每天都要捲髮 師傅說 你來深宵的時候 我就要… 可能在… 即是我們晚上留在這裡 給師傅佛流堂練習 對… 我還給他佛流堂 對… 我練習得很晚 可能深宵兩、三點 嗯… 當然練習得很辛苦 第二天你又要… 師傅要考試 是 我當然去… 人又三急 我要去洗澡 是 我去完洗澡 回來就看到… 突然間看到我正在弄 那個假公仔頭 他就… 他的眼睛裡有血水流出來 蛤… 為何你這麼肯定 其實你會否是眼睡… 不,當時我會眼睡 但因為我為何很肯定 是因為… 我師傅當時跟我說 因為… 在髮型屋裡 是因為要有一個很陰氣的地方 髮型屋才會有很多嚇人 因為髮型屋是很多女人 去整頭髮的地方 這件事之後 你有沒有問過同事 是否有試過這樣的狀況 你說流血 流血,沒試過 真的沒試過 他們是動,他們見過 假髮自己在動 髮型屋屬於偏門,我就知道 其實屬於陰的地方 其實我不太清楚 我想問問深深師傅 其實髮型屋,學阿迪說的 是陰的地方 會否跟我們的鏡頭 或是她剛才說的死人頭髮事 有幾個方面 第一,女性會較多 會加重了陰氣 另外就是髮型的設計 裡面多數都是… 很多個地方都是鏡頭 而且那些鏡頭 通常真的會… 差不多 我們說真的對得很正 甚至是說 那些鏡頭是前後偏差了 通常都是這樣對著大家 會眼見 望見大家的眼影 而且正如她所說 她很多時候會有機會 用了一些過了身的人的髮型 來讓她們做一個練習 或者甚至有些人用來薄髮 這樣就會加重了陰氣 其實我覺得用了一些死人頭髮 一定是會令到她看到鬼嗎 分兩個方面 第一方面 如果那個人只是普通的病死 或者是自然死亡 然後你拿他的法律來用 那當然問題不大 問題是出了在 當那個人不是說自然死亡 例如是意外 或者甚至乎是他殺 又或者是自殺 怨氣重了的時候 他本身的靈力某一部分的磁場 會留在他的頭髮裡面 有一個怨氣 而你剛好用了那些頭髮的話 就有機會拉低了你本身的氣場 可能會有機會令到你容易見到 即是當天那個就是… 不奇怪的 有機會的 有一件事我想問一下 就像阿迪說的 如果髮型屋要風山水起 很旺的時候 是要越陰越旺的 其實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其實這麼說 很多行業 你們都會留意 有些行業收工之後 會在門口燒一些溪錢 其實燒溪錢 就是告訴周圍附近的客人 就是麻煩你們幫幫忙 麻煩讓我們這裡多些客人來 就火魚輪轉 其實都是在製造 類似我們所說的 鬼閃眼 你不知道為什麼 進了那間店 然後去光顧 去買東西 或者買一個服務 就是這樣 那髮型屋本身 它的設計裡面 已經有一些布局 容易是招音 再加上 譬如有些髮型屋 都會做這些動作 我知道 那就更加會 多了客人 明白了 阿童 你有沒有接觸發 沒有 沒有 不如我們問一下家庭觀眾 婷婷有沒有接觸發 我需要問 你好 你好 婷婷 婷婷 喂? 你好,婷婷 你好 到你了 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 我想說一個經歷 請說 是甚麼 我在酒店有一天晚上睡覺 然後睡覺時 覺得有人把我的皮疙瘩在地上 但我沒有睡著 我只是在睡著 然後一拖著拖著我的皮疙瘩 我就不敢看 但我還是看了 因為它出現在我眼前 那個人 他就是… 樣子是紫紫紫紫的 但是都… 都偏向實體 都偏向實體 所以我就很害怕 然後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叫我不要跟男朋友一起 他說現在這個男朋友對我不好 叫我不要跟他一起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走了 但是他的樣子 是很善意的 就是我不覺得他有惡意 然後… 然後就… 然後我就很害怕 你是否想問 師傅為甚麼會有這樣的事發生 即是有靈體出現 去勸導你做一些事 但他又是沒有惡意的 就是為甚麼 不是 但是… 但是之後… 還有的 之後… 但是之後我很害怕 然後回到家… 然後回… 不…沒有住了酒店 即是回到家之後 我又經常病 而且經常都睡不著 而且… 那天我在酒店 我男朋友是在我旁邊的 然後… 但是他… 但是我不敢… 我又不敢跟他說 因為我怕他會覺得… 我不知道是否… 是否想跟他分手 又跟他說這些 我想問一下 婷婷,跟你說話的靈體 是男人還是女人 是男人,他很斯文 而且很高 我只會覺得… 為甚麼他… 如果他是鬼 他應該… 為甚麼他要特意跟我說 說這個男生不好 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那我又會覺得… 不知道跟他有甚麼事 我明白 他又沒有害我 他又…怎說 他又不是很兇 他好像很好 他之後有跟著你嗎? 我想問一下 其實… 跟著我嗎 即是有跟著你到現在的一刻 沒有,但我只從那次之後 我經常睡不著 而且經常都病 周身都是病 而且我每天… 如果我不洗… 不洗兩次 即是我現在一定要洗兩次 否則我睡覺時 我的額頭就會失去溫度 而且手伸腳也失去溫度 這麼奇怪?你沒有說 我想再問婷婷一件事 真的,我想… 因為我… 你不要害怕,婷婷 說真的,你不要害怕 我想問你現在身邊 是否只有你一個人在 你身邊沒有人在 沒有 沒有 好,謝謝你的分享 還有我想問師傅 如果她是虛空過往 那我就不害怕 但因為我小時候 媽媽就跟我說 她說我…師傅有來過我們的家 然後她說我們有… 我怪我 但我當時就很小 然後她就跟我說 叫我不要… 晚上不要出那麼多夜間 因為我是有冤親債主的 然後我小時候 我以為媽媽不想 我出野間 所以才跟我說 明白的 婷婷,不用擔心 這一方面我們幫你問問師傅 師傅 這是不是冤親債主 簡單來說 其實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身上是沒有冤親債主的 是個個都有的 你越是一個修行的人 越是法力高的人的話 他的冤親債主就越是多 其實沒有分別的 沒有說誰會沒有的 沒有意思的 另外她所說 她遇到這些事 她說沒有體溫的問題 我想跟她真的太害怕有關 這個 吐氣 是的 吐氣過問題 而且不是所有靈界的朋友 都一定會嚇我們 或者是令我們有問題 因為當中我接觸過一些案件 有些回來報恩 即是說那個人 前一世或前幾世 曾經欠過這個人某些東西 但到他離開了 他還未完成某些東西 去報答他 就唯有留在世間裡 找一個機會 譬如有些人有危難 或者有些特別的東西 會去提醒他 告訴他 有些事情你不可以做 或者也有些人真的會告訴他 其實師傅 其實剛才我在電話裡 聽到一些聲音 我稍後廣告回來 告訴大家我聽到什麼 很緊張 好 馬上回到五夜空靈的現場 鬼仔大 你剛才說我聽到什麼 其實停停 你聽到,千萬不要害怕 因為我剛才在你的電話裡 我聽到一把男人的聲音 但我不太確定 師傅,你覺得我聽到的 是否真的一個男人的聲音 是一把男人的聲音 是 而那個男人的聲音 是否停停所遇到的靈體 是 是 那… 他這個男人的聲音很害怕 不用怕 我不是想嚇他 那他怎樣解決 是 我想在現在… 因為他本身的氣場 也不算是高 即是不太運氣 我勸他就當作沒事 不要再想他 不要再想他 即使她現在說什麼 因為他暫時… 因為他處理不了 是的 他先不要理他 明白了 那婷婷記住 不要再想這件事 當作是做夢 當作是做夢 不要害怕 沒錯 我先說回你剛才說的問題 先說那個… 假公仔 但就是真人的頭髮 我不知道是否 肯定是真的 是,會有機會是真的 因為通常如果你普通的假髮 其實是捲不到的 對吧 所以一定是真人的頭髮 所以說有機會是生人 或是死人 其實你不知道 你買回來的時候 你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生人的頭髮 還是死人的頭髮 我覺得其實是不知道的 但現階段的假髮 即薄髮的供應量很充足 現階段很少再用死人的頭髮 我覺得 我覺得現在有很多 很多… 因為很多… 因為他們覺得… 譬如是女生 她不夠膚… 即是不夠厚 他們就會買一些… 假的… 我們稱之為鑊鑊鑊鑊 我而知在市面上 可能會用一些馬帽 老闆帽 就比較天然 但在國內有很多… 有很多不知名的… 的來源 的來源 有些裡面也有很多故事 告訴我 有些學生或是徒弟 或是一些項目內的人 而且… 供應是否有這麼多 那就… 不得而知了 不得而知了 不如我們看看 Peter有沒有甚麼 關於髮型的恐怖故事 告訴你 不知道有沒有 Peter,你好 你好 喂 喂,Peter 你好 主持,你好 師傅,你好 你好 是 請說吧 有甚麼經歷可以說的 沒有,我想說回一個… 我住在那間屋的經歷 好 是怎樣的 是 我現在住在那裡 之前試過有一個月 整個月都在枕頭底裡 聽到一些獨獨獨的聲音 嗯 枕頭底? 對,在枕頭底裡 其實是在床底裡 應該是… 你聽不到這個大聲音 是不是類似… 你睡在那裡的時候 聽到床底裡 就有些聲音傳出來 對,沒錯 就是獨獨獨的聲音 那就是獨獨獨獨的聲音 然後呢 然後維持了整個月 我都解決不了 因為住了這麼多年 都沒試過有這樣的聲音 嗯 甚麼時候開始?開始了多久 我想已經是一年前了 現在沒事了 但最近開始有一個月 又試過一、兩天 但又沒有了 明白了 你是同一張床嗎? 其實是嗎 是同一張床,是同一間房間 我去年的時候 就去過一個解籤師傅那裡問過 就去黃大仙那裡求籤 那籤文顯示就是下下籤 解籤的姐姐那位師傅 就說我家裡多了一樣東西 不知是甚麼東西 他沒有肯定是靈體還是甚麼 總之說多了一樣東西 明白了 那你想問問師傅 究竟是一個風水的問題 還是靈異的問題 有鬼嗎 我會認同他說 是真的多了一個朋友 是的 是的 但是這個朋友對你是沒有傷害性的 純粹只是一個過客 我想你不需要太過介意他的存在 或者你可以試試這樣 你把你的床單全都掀起了 你抹一抹你的床 你去紙紙舖 買一張大八解的衣紙 大八解 大八解 大就大小就大 一百二百那一百 大八解 你買回來拿一張大八解 把你整張床 你掀起床杜之後 整張床的床板、床框 你買一次 然後化了它、燒了它 再放回床杜下去 那就很奇怪 沒事 你想要靈體 我不想要 我沒有這些靈界朋友跟著我 我們先聽黃先生的電話 以下來 喂 各位好 師傅 各位好 你好 黃先生 我曾經一次 對上幾個月前 跟我女朋友去了旺角 一間商場 那間商場 樓下有很多收藝電話賣 上面有很多佛牌賣 然後我曾經去過那間 就是三樓 只有兩、三層高 去到三樓 去過那間有很多佛牌的店舖 曾經我跟我的朋友進去 去研究一些佛牌 了解一下 其實我自己沒有心意 我純粹進去看 看到一間店舖 有很多門面 有很多佛牌 然後有一些古幻童 就是一些公仔 我看到其中一個古幻童的女生 有一頭髮 我看到一個 我心裡的那麼有趣 那麼漂亮 還可以做 其實沒有為意 然後之後回家 過了兩、三天左右 我曾經發夢 我現在才是記得 發夢 夢到一個女生 在我公園和我玩 只是曾經這一次 之後這兩、三個月內 我自己在家的時候 我曾經試過 感覺上… 我沒有金揚眼 但我感覺上有些東西在存在 我不知道我家是否跟著我回來 或者是其他東西 你擔心會不會是 那間佛牌店的古幻童跟著你 是的 明白 不像是 沒那麼容易可以跟著我回家 是的 現在是特地找古幻童 因為真的說 請古幻童是需要一些儀式 要教你一些東西 才可以做到 但我曾經試過 就算家人在這裡的時候 我在房間 感受到有些東西在存在 我不知道是否家屋是有問題 還是… 所說是過客 我可以告訴你 是過客多於一切 不是真的 過客多於一切 對 是過路而已 不是真的會在你的房間 長期逃避 沒有關係 因為我很擔心 經過這些店舖 不知道會引致到 跟著我回家 因為我曾經為菜 發過那次忙 我日常起床都會害怕 不用擔心 你純粹看一看 不會那麼容易可以跟著我回家 我怕我刺到一些髒的東西 回家就不要 嚇到家人就不好 放心 心動師 不會打了一支 很大力的強心針給你 是的 OK 對 完全沒事的 謝謝你的分享 好 我想她也是 日有所思 日有所夢 其實有時候可能會害怕 你自己的思維 令到你各方面會引引他 因為人很有趣 你很集中去看一件事 對他有興趣的時候 你真的有機會 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會突然在腦袋的前面色 會反映一些東西出來 會發望 看到也不奇怪 跟阿迪剛才看到的那些東西 因為我們平時去探靈 都不會看到那麼厲害的東西 對 沒錯 有時就是說 譬如未必真實那件東西 是在流眼淚 有時就是說 它是用它的意識 影響了你的意識 你的腦電波的波長 令你看到它是這樣 所以就是解釋了 為何有些東西就是說 有些人會看到 有些人就看不到 其實是說波長 就構成了有些人說 陰陽眼的問題 師傅有了一事 就說陰陽有別 是 那我們撇開夜場那些 你說會拜神那些 如果有一間沙律 有時可能是不見天的 又多鏡 又是屬於比較陰 或者是偏的行業 我是洋人 我長期在裏面工作 會不會對我的運程有影響 不一定 因為有些人 他本身在八字永隔 他適宜在這些地方的話 反而會是助往了 他的工作方面的事業 但是有些人就說 他的八字其實不能守 變成說他進入了那個行頭 之後就會越做越差 賺不到錢 運氣會差 所以就是構成了 為何有些人說 某些人可以適合做某些行業 有些就不適合做我們 我想問問 如果甚麼星座或生肖 會適合做我們的行業 可能要配搭八字 要配搭八字,還有… 例如甚麼樣貌 或是甚麼會比較適合 如果你們… 甚麼生肖或星座 會適合做我們 這個問題 我們下班後 我們慢慢喝茶 慢慢喝 好… 下星期同樣時間 再見,再見 好 再見